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今天好开心 请到了我们的好同事 也是导演Action Lead 在节目当中 嗨Action 嗨Belle 我们刚刚谈了很多 关于你的新的作品 五分钟的Carrots 那么参加了100时 电影竞赛的电影竞赛 你入围的前20名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上网 去踊跃地为您投票 其实我刚刚有跟Action讲 我说我不是友情投票 我是真的认真的 为您投下了我神圣的一票 感谢 因为真的觉得好看 因为五分钟要表达 一些意境其实不容易 然后呢 你所有的元素都在里面 所以看得出来你们 这几个同伴 不管是制作人 导演 编剧 这个好朋友在一起 确实是及时广义的 蛮不错的作品 但是为什么 你这是第一次参加 这个Film Race的发展 没错 第一次 对 第一次参加 怎么会想要参加呢 因为突然在往 先前之前一直都有听过 以前有24 hours 那好像还有75 hours 所以它的规定就是说 比如说24 hours 就是在24个小时 一天之内要拍出一部电影作品 那这一次是100个 就是说你拍摄的工作时间 100个小时 对 所有工作时间100个小时 从准备到接到通知 然后开始准备拍完 差不多四天多 四天多 所以连包括讨论不会吧 包括讨论 对 哇 对 非常感到 那你要怎么样去 他怎么样去追踪说 你是按照这个规定做的吗 他就是为了防止大家作弊 他会在这个计时开始的当下 他会寄出一个信给所有的人 就是说我们的 你拍的片要围绕的主题 就叫做Mistaken Identity 就是可能认错人 什么误认人之类的 然后他会寄出来说 还有一个action要 Drinking from straw 就是从吸管里面吸东西 还有一个道具就是Mask 那你要用这三个元素 然后所以他寄出这个东西来 基本上你先前做任何的准备 你也只能做到一定的程度 是 了解 所以他就防止大家作弊 对 防止大家作弊 所以就要在这100个小时中间 展现你的功力就对了 那你参加这个 然后也很还不错 入围了前20 那一直到1月28号 大家还有投票的机会 然后呢会拿到奖 但我知道这个奖金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 对 但为什么会想要参加呢 我就很好奇了 我觉得是一个对 我觉得身为一个 就是喜欢拍片的人 喜欢做这行的电影人 我觉得是一个 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就是你知道自己 能在100个小时之间 做出什么东西 然后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是一个挑战 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对 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完全是自己的一个作品 没错 对 然后就是想要做 对 那你做完之后 拍摄的这个过程 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真的很辛苦 或者是说 其实给你更多的动力 其实在拍摄当下的时候 是很累 很辛苦 然后有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准备完了 可是躺在床上去睡不着 只剩 脑子还在跑 对 只剩4个小时 明天就要开始拍了 可是我躺在床上去睡不着 因为就很紧张 一直会担心漏掉什么东西 担心会出什么错 就会在整个过程 那4天可能我没睡多少个小时 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 然后可是拍完以后觉得 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 又有另外一个朋友 在旁边侧拍你们工作的状况 因为这也可以是一个 像纪录片一样的电影 你知道说其实电影人 为了自己的梦想 为了自己的一个报复 其实是可以豁出很多的 可以付出非常多 那拍完这个之后 一个100个小时的挑战之后 不管说你有没有 拿到最终的这个冠军奖 我当然心目中认为你是冠军了 谢谢 谢谢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 就是意义存在 但是你在往后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拍片 就是这个挑战对你来说 你会想要继续再拍 还是觉得可以了 给自己有个交代就好 当然还会想要继续再继续 因为它每年都有 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我也希望能够 因为100个小时对我来说 准备真的是有限 我必须要100小时之间做完 有很多东西 我知道我自己能够再加强 我知道我自己能够花更多时间 做更好 可是我们却没有时间 所以我觉得除了我希望再继续参加以外 我还希望说我自己能够有自己写的东西 自己拍的短片 不是受到这100个小时的限制 你梦想现在更大了 就step by step 慢慢来 那你有没有现在就是在下一步 紧接着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类型的电影你想要拍摄 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作品 在你脑海中已经开始成型了 有已经写了一个小短片剧本 就是关于一个小就是高中生 然后他也是很喜欢玩电动 然后可是他却为了玩电动 而错过了所有外面世界的一个小短片 因为我本身就是爱玩电动的小孩 你在写自己的故事吗 没有完全啦 但是是被自己inspire对不对 那有打算要自己拍吗这部片 当然打算自己拍对 所以这个编剧跟导演 你觉得目前为止还是双向并行吗 因为这个是你的这个创作的原地 那你有没有哪一方面你觉得 你可能会想要往这个发展比较多 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做导演 只是 导演讲话比较大事 对 只是做导演真的有他的难度 除了你要有才华 你要有你的想象力 其实还是有他的难度 那以目前来说我的背景说 我是制片比较多的经验 那我帮我所有的同学制作东西 也比较能够得心应手 所以导演这一块我还在学习当中 一定要当导演嘛 你的名字对不对 就是action 就是要喊这一句话的导演 这有强力 不过无论如何 非常恭喜你完成了这部作品 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一部片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上到这个网站上去 filmrace.com 然后为action投票 那么当然还是希望您能够有更多的作品 那么有机会一定要来跟我们分享 好不好 好 谢谢 action导演 OK 谢谢你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